新房那么贵 谁是推高low rise 镇屋 独立屋 防花 背后的黑手 大家好 我是Sharon 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来解密 现在的防花价格究竟为何如此贵 原创不易 所有的论点论据皆有适时性的数据之指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如果您可以给我们点一个赞 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就更是不胜感激 2024年1月底 2023年的楼花市场销售数据得以公布 12月份大多伦多地区Townhouse三米独立屋 一共仅卖出154套房源 condo一共合计400套 究期总量 2023年大多地区一共售出19252套房源 对比10年的平均销售35000套 足足下降了45% 销浪的锐减除了利率因素的影响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便是新房真的太贵了 想要在约克区购买房花 38尺的面宽 加上合力的升级 预算要在230到250万加币才有选择 分析背后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看构成定价的背后 三个成本要素 土地建筑和市政成本的变化 土地的交易价格 从2018年的2023年变化不算很大 所以在计算独立屋的土地价格时 我还是参考了 UMCAP在2019年的最新报告 取其中指 一个36到40尺的独立屋 Urk Region的土地均价 在90到96万之间 再来我们看看建筑成本的变化 我一息息的2019年时 在超市花100加币 可以买到很多食物 但现在每次去Costco 每个300左右是出不来的 要说每个食品的价格涨了多少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 但深究房屋的建造成本增加了多少 我在这里找到了数据 由Atlas Group提供的 加拿大建筑成本研究型报告 2023年采集了全加拿大2550个项目 总建造价值为175个Billion加币的数据 是问含金量高 权威性强的行业蓝皮书 2023年大多伦多地区 建造一座40到60层高的condo 平均的每尺建造成本在382加币 建造Townhouse价格是227.5加币每尺 独立屋则为247每尺 所以我们可以较为容易的算出 建造一个40尺面宽 3000尺式的面积 地下室不装修 不含家电的独立屋 平均需要74.1万加币 一个19尺的面宽 2000尺的Townhouse需要45.5万加币 这个数值同等条件下 2019年的疫情前 情况又是如何 很可惜这个报告在2019年的版本 已经被删除 但是我找到了Vancouver地区 在2019和2020年的数据对比 大多和大温两个城市 在2024年的成本是比较类似的 因此用大温三个数据的变化 作为一个参考和简单计算 可以类推于大多伦多地区的价格趋势 高层的condo大温地区的2019年 建造成本为247.5加币 2020年受疫情的和供应量的影响 涨至了355加币每尺 2023年则升至了405加币每尺 Townhouse从2019年的160每尺 到今天的237.5每尺 每尺增加了77加币 其建造成本几乎增加了50% 独立屋有195加币每尺 增至225加币 平均成本增加为30.1% 建造同样的房屋类型 2019年正屋需要32万便可完成 现在则需要47.5万加币 独立屋19年的花费是58.5万加币 现在则需要76.5万加币 除了可见的硬性成本增加 软性的成本 融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在这里我们不做计算 最后一方面 市政的开发费用在这几年到底涨了多少 以Markon为例 2024年开发商每多建一套独立屋 需要缴纳设计的支柱为14.2万加币 重屋为11.6万加币 2019年同一时期 独立屋的开发是10万加币 重屋则为81,720亿加币 其增幅比值高达了40% 每多开发一套房源需要多付3.4到4万加币不等 再来说一个隐藏的知识 所有的楼花、仿花项目都是需要缴纳13%的消费税的 只不过我们看到的价格都是完税的价格 建筑成本的增加 需要付税的比值也在增高 因此2019年开发一套40尺面框的独立屋 开发商的成本为土地价格 建筑成本和申付税费 完税后的价格大概在186万加币 2024年这个数据来到了211万加币 直接反映到价格就是24.9万加币的增加 正屋在2019年盖它20尺面宽 2000尺的室内面积需要115.4万加币 现在需要130.7万加币 有着15.2万加币的上涨 这两个计算公式当中并不包括开发商的金融、贷款、销售 也不包括它们的利润部分 由此看来也能解释现在的中屋 为什么动辄都是150-160万加币起 独立屋已经见不到200万所有的单位主要原因 看完上述的分析 您觉得现在新房价格还会不会下调 新房因为层高高 窗户大 卫生间居多 社区居住人群比较统一 还可以自选材料和配色 交付时期有一到两年的缓冲期 对于很多自助买家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而从22年的加息一时 销售断崖式下跌 它的影响会在未来的哪个时间进行体现 而由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开工完工的拖延 人口的与建房数量对比到底有多大的缺口 我们下个视频一一分析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觉得我们分析的不错 也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赞 您的鼓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我是Sharon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